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你好 今天又是《鹹爆香港》的時候 跟網時一樣 有我方應林作為大家主持 今天亦都有我的拍檔 善重佳 大家好 同大家一齊繼續主持這個《鹹爆香港》 我記得上個星期 我們請了Brothers 4 很大陣容 今天彈天寶自尊 我們請了一個猛男來多 趙家賢 足夠的份量 首先請他介紹一下他在做什麼 以及今天帶著一個什麼題目 來跟我們討論 先將時間交給你 好 謝謝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趙家賢 本身是民主黨區議員 亦是香港和解中心的《鹹爆香港》 本身都跟幾個志同道學的朋友 一起組織了一個是 香港《鹹爆香港》《鹹爆香港》 我是創會的理事會主席 最主要就是 其實調解 我想很多人都會聽過 好像這陣子很興奮 其實調解不是這段時間 突然石頭爆出來的 其實調解是一個很有用的工作 就是如何可以幫助 無論是一般市民也好 商業上也好 或是政府施政也好 去排解糾紛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裏就是我們要代表一般人問問的問題 好 我們平時覺得如果人和人之間有糾紛 有爭執或有些事情要解決 要不就是大家喝杯茶吃一包 兩個人可以談好 如果真的談不妥 那便沒辦法 對薄公堂 又或者是有些行政的規矩 我們去審裁處去決定 那調解是一個什麼位置 這東西好像又不是 又不是貓又不是狗 又不是朋友這樣談好 又不是對薄公堂拿正泥做 那即是怎樣呢 首先我要說一下 本身香港現行的司法制度 其實調解是一個很有彈性 它可以是你未入稟法庭之前 你自己找一個調解員幫忙 兩面談 或者是不是 我一入就入了法庭 打打下其實就覺得 有些東西好像越打下去 可能大家就鬥笑銀子 因為法庭的價錢 鬥笑銀子 這樣的情況下 就說不如談談 大多數會有兩個律師陪著他們 然後找個調解員去談 談一談 這樣便停外和解 所以變成其實調解 在司法制度下 各門不同的過程都可以用 你至少分開了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在司法制度 在法庭過程未開始之前 是的 沒錯 另一個就是進一步 進行法庭過程的時候 便發覺到 咦不如我們用一些法庭過程之外的方法 解決它 沒錯 通常在香港來說 或者在國際上 這個調解服務 哪一部份是會更多的 是法庭中進行還是法庭前進行 因為法庭前進行的那些個案 理論上是很難有資料 我為何這樣說 就是調解這個 也要說一說 最好是保密 原因是 我和解中心裏 我們做過一個個案 就是有兩個男士 為了一些錢倫上的 大概是五萬元以下的 其實五萬元以下 你可以進行小華錢債審查處 但是他們又選擇了 在我們和解中心裏來調解 調解談好了成功 開心 大概用了兩個小時 我們那個調解員 當作社交談論 問一下他們 為何你們兩位這麼有興趣 那時候是04、05年的時候 香港的調解也不太熱 他問他們為何會用調解服務 原來他們兩個各自在公司 都是一些重要的職級 原來他們兩個的身份 是同性戀者 他們就不想把他們的身份公開 因為如果你入品的話 很多時候就等於 我可以脫衣服給大家看 沒有分別的 所以他們兩個希望大家談好 又不需要把那麼多資料 要給公眾 不過現在可能情況不同 現在的 隨時沒有那麼多 所以現在的同性戀者 也不太需要 有一些他可能為了自己的工作 他又不太想 所以調解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一個保密性 在當中 大家談談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會否有什麼記者 總之就是我們針對那件事 調解員協助兩方面 就這件事去解決問題 我首先問香港那個 我好像知道還是不知道 香港好像有兩個系統去做調解工作 你可否介紹一下 兩個系統 可以解釋一下 那兩個系統是哪兩個系統 一般人就是看國際仲裁中心 這個國際仲裁中心 其實是一個半官方機構 雖然又不是發併機構 但它在香港的仲裁條例裡面 寫明了 它下午有個香港調解會 就是認可調解員 去負責做認可資格 而另一面就是香港和解中心 香港和解中心 其實就是比在國際仲裁中心 遲少少成立 原因就是他們去99年的時候 有一群在香港調解會的人 就成立了和解中心 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點像天主教基督教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調解這件事不只是在精英層面去做 不只是律師或跨國貿易去做 日常社區糾紛都應該可以用調解去處理 所以那群自同套合和解中心的創辦人 那群理事就在99年成立了 現在和解中心做的職能 就是有認可調解員的註冊制度 以及就著調解員的操守培訓方面 都有去做一些工作 我想了解多些 你剛才提到一個字眼叫做認可調解 其實你剛才提到國際仲裁中心也好 你們和解中心也好 其實對認可調解員的定義是怎樣 要受過甚麼訓練和兩者之間有沒有不同 最重要的是 全世界對於調解員的審核資格其實有點不同 美國方面有一些三十個小時的培訓 就可以認可你 但如果你說要做商業調解員 即是一些規矩好一點的話 就四十個小時 這四十個小時當中 理論上是 但這四十個小時的訓練 其實是個網絡 介紹了調解員少少少詳細的東西 而要有甚麼技巧 有甚麼質疑技巧要用 然後那個模式你坐下去 上完課要不需要考試 一定要 除了上課學完那四十個小時 即是我學車就不止四個小時 就好像學車一樣 調解這不是只讀書理論理論 有很多跟別人的溝通 如何找到資料 要實習 他沒有朋友在考車 除了不適 沒有考老師 有甚麼實際過關要做 考懷師傅 是怎樣考考的呢 這就是分兩個系統 現在我講回我自己所屬和解中心 我也是香港和解中心的 客客委員會的成員 我也是他的考官 首先四十個小時讀了 讀完之後 有時有些實習 可能是幾個同學自己去練 又或者是 你可以找一些資深的調解員 他在做調解工作的時候 你做一個觀察員 一個觀察員 你便看到整個流程是怎樣做 開始覺得自己也有信心 我坐下來做調解員 我應該可以 教練到整個會議進行 你便可以去考試 他們的考試 首先有筆試 筆試就是講自由 譬如我們會有些情況 那個爭議是怎樣 可能突然間 爭議雙方有些情緒 你會怎樣去處理 有些情況 你要去回應 即是好像考AO 就是給他寫一寫 好了 考完那筆試之後 合格了 我們又會有另外 叫做模擬個案的一個網站 就要用兩個操控的考試 兩個操控的考試 我們便會找兩個 都已經是認可的調解員 兼請我們專職受過訓練 去扮演那兩個派對 即是考官扮演被調解的人 我們考官便坐在這裏看著 但我們另外找兩個調解員 然後再去做 但那兩個操演角色 那兩個已經是 對 所以他自己都會知道 就是 我要幫忙考考考生 在這個時候 我做些這樣的情況下 看看他怎樣處理 有時候會不會做些很接近的 真的很難考 趙介言 講了這麼久 有關於考試 有關於怎樣成為調解員 實際上 普羅市民大眾 你說可以不單止是 精英法庭 才用調解普通市民大眾 有沒有什麼案例 或者和解中心 會現在推廣什麼 去給普通市民 可以用調解來處理矛盾 或者有沒有例子 可以說來聽聽 香港和解中心 它成立之後 跟很多的政府機構 或者是社會機構有合作 跟社會福利署 跟某一些警區 是有一些合作計劃 就是 他家庭上有些糾紛 有時候 經常都是 可能老公和老婆 他們有時候 上班下班的時間不適合 兒女不知怎樣照顧 可能老公又說 你只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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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麻將 老婆又說 你只顧著去應酬 我又不理 這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很和善的技巧 他們兩個坐下 譬如說 了解一下丈夫 即是丈夫 即是丈夫 她其實 原來你有這樣的關注 我們有一些技巧 就是 將他的表達 訊息 可能是很負面的 你這臭婆 在這裏 掛著打麻將 你都不理他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reflaming 技巧就是 先生其实关注到家里子女日常生活的情况 可能他的关注希望太太可以多些去照顾 我听到很明显是个人和个人之间 无论在婚姻里面、家庭里面 甚至两个人之间生活里面 可能有些事情都需要调节服务 有没有一些集体的个案 例如一班居民可能在台湾大厦收到维修令 有些人负责有些人不负责 又或者社区里面有什么事务 可能是牵涉一些公众的利益 甚至可能大家之间有些糾纷 是需要去处理 除了个人和个人之外 集体的调节在你来说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 我也可以说回我们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天气大厦那一件事 那时候就因为天气大厦是有一些 有一个酒楼 有一个鱼缸 是一个非法潜建 而就有了意外发生 因为它是非法潜建 所以它是发生了意外的时候 是保险不赔的 保险不赔的 便直接去过干 走楼收拾一粒 走了佬 然后那个大厦的管理公司 陪到破产产又走了佬 然后所有要赔 整幢大厦所有人就要承担 连法团破几次产都没有 连房子 每个业主的单位 卖出去都好像赔不到 结果要怎样呢 那时候又打了很多次官司 搞了很久 整个六七年的诉讼 结果就是那时候 前文政事务果局长何志平 邀请了有两位老行专的调解员 出手去帮忙 慢慢谈好了之后 因为那时候又会众说分云 不同的业主 当然是有不同的看法 很正常 支持自己利益 对 所以有时候要开会 就是你和政府 或者有关要赔偿的人士 会面之前 调解员又要帮忙 坐下和所有的业主一起会面 大家先谈一些共识 然后就着那些共识 就找一些代表 例如法团的那些委员 就做代表 就着谈好的共识 然后再去和要赔偿 和政府部门一起谈 过程是辛苦的 很长的 但问题也比你 继续去打官司的诉讼 你就更加真的很多钱 很多什么都会有问题 我想在这里 我看到就是 这个调解过程 不知善良家你觉得如何 这个调解过程就是 它有涉及很多例 但那些人通常就生气 即是有情绪 又要搞定了那些情绪 之后 希望找到共识 就要促进沟通 其实这件事很难 这是很难的事 如果不难 就不用有时候要对博公堂 如果可以搞定 就可以自己谈定 那么困难的事 就是调解员的成功率是如何 应该这么说 就是每一个调解员 最重要的守质 就是你的脑子的想法是 每一件事都一定可以做到调解 一定可以用调解去 不要完全解决 至少部分解决 协助到这件事 所以每一个调解员 就一定要很正面的思维 这种思维就会帮助 在整个过程很简单 其实等于那个是 你细强细弱一样 如果你本身坐下来 每个都细弱 每个都觉得 搞不定了 死困 那当然是死困 但是在一个调解员 可能就算两方面 都真的不太积极 如果那个调解员 是很有自信心 但是双问 告你 譬如说我告 譬如同一方面有不妥 我告他 诽谤 或者什么都好 不需要他同意 不要错 尽之我去法庭 找个律师 法庭去告他 入稳他 就让他告他 告他什么都好 调解是否要双方同意 我调解他不解 香港有些不同 例如澳洲 法官可以下令 你们要做调解 但是香港是不可以的 香港就施承了 英国那一套 自愿性参与的调解 有好处有不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 两方面是自愿性 真的走这件事 与其他官司 不如大家去谈 谈好了更好 其实大家才有个归属感 去坐在一起去开会 但是你说服双方 同意去做调解 也不是容易的 是 未必一定 因为现在香港司法机构 在之前李国能 颁布了一个 叫做实务守则三十一 这个守则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区域法院也好 高等法院也好 就是说你入品之前 你要是有一个叫做 调解 就是说你有没有做过调解 有做过 不成功 所以要上来调解 要入品 很正常 但是完全没有做过 那为什么不做呢 有什么理由 你如果那个理由 是完全不能够令到法官认同的话 我可以 你就算当官司赢了也好 所有的堂费都是由聖方去给 这个就是香港现在 用一个行政的方式 就是去提出一些有因 就是去推动大家 你怎样都先谈谈 两个人 就是我和他 大家妥不妥 那都更容易够 刚才你提到的例子 一个大厦有这么多业主 但是又涉及配相问题 有些可能觉得找调解好些 有些说无所谓 打就打 你就知道有些人很光烈 有些人就柔和一些 你如果整班人如何去说服呢 你说服一个 就是两个对家就容易一点 就是说服整班人 我相信 其实这个就是说调解和诉讼 有什么好处不好处 调解最重要就是说 大家是双方 双方有争议的双方 我对于调解的结果 控制权的主导权在自己手上 你去到法庭的时候 你给了资料 都说给法官听 就算你的律师可能评估你 赢硬也好 怎知道法官那天会怎么判 没有人猜到 就算找马田 找李柱明 打官司也好 很大机会赢 他可不可以告诉你 100%赢硬 例如放假认说 第一堂100万 他亲爱的 当然他经常做很多 不收钱那种 调解是否收钱 现在我们香港和解中心 都有和很多机构 尤其是最近最低工资的争议 都有和民主党一起去合作 提供一个义务的社会调解计划 这个计划最主要是 如果争议双方 即是勞资双方 他们都觉得 就着最低工资问题 想谈的 我们就收了去帮他们的手 每人当然有各自不同的诉求 那便坐下谈 我们收费是免费的 这个就是因为 但平常呢 这是什么 社会调解特别计划 平常收不收钱 平常有些收钱 我自己选区 我是泰古城 我对于街坊很多时候 最多是什么 楼上楼下楼水 是 哪个追到哪个 楼下就说 我这里最多赔三千给你 楼上就说 不是不是 楼上就说 我最多赔三千给你 楼下就说 你弄到我的电话 至少一万元 其实真的要慢慢去拉 那你收不收钱 现在最重要 当然是不收钱 太古城也不收 我质如冲是否收 这个就要看一下 看看他的严重性是如何 如果他很明显是自己的 私人生意 譬如说我是厂家 我和他有些租务九分 或者名字 你涉及生意 我就一定要收钱 有一些是社区 譬如你流水 流水两个都不想 发生的事 这些我就会定性为 一些义务的社区 譬如说有些人 我不认识赵家言 我想找一个专业调解员 他有什么途径 是否找和解中心 香港和解中心当然 我最欢迎大家来找和解中心 而另外其实 因为香港有很多个调解机构 刚才我也有说 香港的国际众常中心 和解中心之外 另外他香港律师会 其实自己都 承纳了一个调解名单 调解员名单 大律师公会都有 还有就是 香港这个建筑师学会 也有 建筑师学会 也有 总之加起来 有八个最知名最大的组织 这八个组织 就是在去年来说 成立了一个叫做 JMHO 叫做联合调解专业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是什么 就是它是分顶 就是这样 收到个个案 就轮住 不同机构都有得牌 这个可以涉及 因为它的办事处是高丹法院 那时候李国能 就专业给了个位置去做 显示就是说 法庭很支持 调解这个工作 法庭也觉得 有很多事情 可以不需要经过这个法律程序 能够自己自愿的投入 就可以去解决 你做这么多地区服务 其实地区工作 即无论是政党的 或者其他社会团体 在地区工作 调解这一件事 是否真的可以帮到地区的发展 一定是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 非黑即白 社区上的 你不支持这个建设 即是你反对 但其实不是 很多灰色地带游走 不同的居民有不同的诉求 他不同的事情 可能有些事情变通了一点 他也同意 所以就要用调解技巧 慢慢去了解它的诉求 从而慢慢帮手整合他们的意义 如果有人这样说 调解服务发达的地方 其实社会激化会减低 因为刚才你提到 下下对博公堂就非黑 但如果你有调解 有时可能会用一些 大家比较融合的方法去解决 可否这样说 调解服务对社会激化 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会将社会激化充淡 我不知道美国情况 美国很容易对付公堂 整天每天都出律师 全世界最多比例的 律师的国家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定要 打赢了官司 律师才有钱收 当然 但美国的调解也发展得很好 原因是 律师费有时真的 真的像鲨鱼那样 有点血腥就冲起来 所以就变成了 寧愿找调解员 他们调解员的收费 肯定比律师便宜很多 美国又很有趣 全世界只有美国 有一个叫做 实际上 整件事 两方面都未见过 透过调解员 我跟你谈完 两方面都未见过 其实两方面都未见过 好像卖楼 但我们香港就觉得不太好 始终说 两个坐下 由调解员鼓励双方 一起谈 才能够改善哪个人的关系 美国人可能太现实 他为了搞定单 搞定就算了 所以才创立了这种 超纪念 可能好像你说 真的对博公堂 最后大家都是输的 双输 一定有人赢 赢的就是律师 所以调解完 就是这个时候 走入来 所以律师多数都会觉得 我们抢个生意 你觉得香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调解这个工作 发展的商机 有些是当开工找饭吃的 有些是义务工作 但发展的机遇应该不会是什么样 机遇其实是找暴傻揚银 原因就是很多人都开始知道 我根本不需要找个律师 一千元一封信这样做 还要出完信 人家有回信 十几封已经卖几元去了 但这件事根本还未聚焦到 那件事要谈些什么 那倒不如说大家 三无六面 坐下说清楚 有个调解员帮手 从中去促进他们的沟通也好 或者少少滑船也好 那就更好 这样的话 很明显我们谈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知道 调解的工作可以有很多的功用 亦都是香港这个地方的发展 无论对私人的生活 或者对社区的发展地区的工作 都可以很有帮助 我们上半场大概谈到这一步的时候 接着我们下半场 一会回来 我们继续看看 调解的工作 如何可以具体地 可以在地区的工作 地区的发展里面 令到香港的市民的生活 人和人之间的糾纷 可以有更好的改善 在这里 我们射爆香港 暂时上半场 在这里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OK 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就这个议题 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 并请来来自国界界别的嘉宾 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有兴趣的朋友 请留意RTV的网上更新 各位观众你好 轩爆香港 今集来到下半场了 继续有我方奕霖和单仲介 你好大家好 有赵嘉然在我们当中 除了是一位区议员之外 他亦是认可很资深的调解员 刚才他告诉我 你还是考官 你可以负责去评合调解员 刚才我们提到调解的工作 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机遇 亦都是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呢 刚才赵嘉然也提过 在有些地方 可能是有一个调解的制度 是比较清晰些 甚至可能法庭可以指令 就是与众的双方 需要接受调解 但是在香港 就比较多是用一个所谓自愿的性质 亦都可能普遍市民的 认受性对这件事 都是上代去发展的 你觉得在这里 香港会不会有机会 会就着这方面有任何规定 或者是否需要有些规管 甚至有注册制度 如何去推广呢 我就是在讲香港之前 讲一点整个世界的情况 美国自己 联邦法庭 是有一个 mediation division 我有的朋友 他叔叔 就是那个 mediation头 当中 也是法庭 指定了 可能有些是 关于 儿童的问题等等 就是 直接去 调解 division 去处理先 而商业上 美国的调解在商业上 就说做得非常好 好了 回到大英帝国 英国在十一年前 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把调解 确立了法庭以外 一个很好的 争议解决机制 但是在英国当中 现在发生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人叫做fishing 钓鱼 就是说 两个坐下 虽然找个调解员来谈 但是其实两个人都在互相 透过调解这个平台 其实在拿对方料 看是怎样打官司 打下对方 坦白说 在英国慢慢走 因为他泰国没有什么规管 对调解这方面 所以 实效好像慢慢降低了 去到澳洲 澳洲是好很多的 不同的调解机构 政府认可了他们 他们训练这些调解员 其实香港 很多人都提倡 香港应该跟澳洲这个模式 因为澳洲就是 他的训练 各样的水准 都是很standardized 他不同机构训练 都起码有那个水平 就算香港 无论是国际中心也好 或者我们香港和解中心也好 很多时候的培训练 都是邀请他们 那些澳洲佬 过来帮忙说 在这里 我代表普通人去问 就是 我们在大学读书也好 在大专去读书也好 有些人叫做会计师 有些人叫做工程师 都知道去读什么 我找不到一个课程 叫做调解师 或者调解员 很可能就是 你们不同专业背景的人 都可以受训练 但可能对一般市民来说 其实调解员的背景是什么 有些人听过 调解员多数两种人 一种就是律师变调解员 即是律师变调解员 兼做调解员 即是大有大赞 小有小赞 另外一些就是 很多人事之间的调解 可能那些就是社工 或者辅导员 他读了调解 不过连一些例子都熟悉 这样做 坊间也有这样的印象 事实上是否这样 其实是社工和律师变身 坦白说就是 香港国际众产中心 他当时要做垄断的时候 是他的做法 因为他大部份就是律师 或者众产师去做调解员 他绝大部份都是那些专业 而另外有社工 辅导员去做调解员 就是说 那时候家事法庭 是尝试一个调解的试验计划 所以那些家事调解员 多数是由社工去转过去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现在政府是否有条例 上去立法会 没错 那条例大概内容 可否说 现在政府就着 打算做一条调解条例 他刚刚之前 都是向业界做一个咨询 他当中 他就是希望 对调解员的专业操守 他说他要背什么刑事责任也好等等 那些东西就写清楚了 以及他调解员的如何去做一个规划 他就打算成立一个 叫做非法定机构的一个单一性的注册组织 但是这方面来说 业界其实众说分文 因为问题的组织 又好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又是半官方机构 又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组成的 那些人呢 现在好像很简单 国际仲裁中心 他那群Counci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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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用选的 他要什么新人进来 就是他们要有三分二同意 那个人名 那个人名才能进入他们做理事 完全是非民主 我们和解中心的做法 就不是一人一票 很清楚的 所以现在有个争论 究竟是成立一个单一性的组织 还是我自己也有个建议 就是成立一个叫做 调解原注册管理局 这个注册管理局 就等于社工也好 工程师 建筑师都是这样的 就是由一个学会 或者几个学会 去代表那些会员 但是学会 有些课程有些规范之后 他同意之后 是需要放到上去 给一个注册管理局去注册 他才是香港的注册的调解原 这个做法就会变成 无论你对外 或者对香港内部也好 你很清楚就说 我是政府的认可 或者注册的调解原 这个你对外去说话 那个公信力大很多 现在始终就说 你哪个会员 我是和解中心的 我是国际重囑中心的 会变成有时候 一般的市民 你叫他们 原来有整个 刚才我所说的 那个联合调解专事办事处中 有整个八个组织的时候 人家都拘捕了 我找谁 但现在来说 可能我们就有得选择 将来 你希望统一注册 八个会都可以有认可的课程 对 那就是最好 我们一信 总之是这个 注册局所注册的调解原 我们就信得过 最好 我们希望你快点 有这一件事 完成了 另外一个关心的就是 家事里面的调解 我很容易明白 商业的调解 更容易明白 但是地区事情 因为你是区议员 你刚才也举过一些例子 在地区事项里面 特别是一班人收到收集令 或者是一些地区里面 大家的冲突 这类的事情 其实里面涉及的灰色地带 涉及的纷纹就很多 其实调解 我过去看 很多就是两个很清楚的派对 容易地搞 在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 Multi parties Multi parties 就涉及例 还有政党 还有很多事情 还有政府 还有政府 所以有时候 譬如说 我说一些很ad hoc 譬如说 他真是 那个狗分 可能涉及大学维修 他可能是 他影响到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 又找了一些政党一起来 没有的 政党可能正在帮助A 正在帮助A 正在帮助A 作为A 是一个调解会议的顾问 可能B 是管理公司那方面 他管理公司 都可以自己找有律师 做他的顾问 没问题 但是在调解会议当中 调解员的角色就是 是主导给谁去发言 最重要的是 那两个争议 他们自己的当事人去发言 就不是由他们的顾问 有很多时候不是 如果你平时由律师 和律师做那些谈判 那些谈判 当然是 两个律师就代表了 我代表我当事人 怎样怎样 你又说出来 麻烦你收声 不是你说 而是当事人去说 那些谈判 对博公堂或仲裁也好 是法庭有约束力的 判谁赢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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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赢就赢 你赢就赢 我当事人去执行 是 那些谈判 和解呢 就严格来说 那些谈判 快乐 或者大家都开心 结果 所以才离开 没想 但是会不会 理论上应该是好事 会不会有些人和和之后 家里和完了 然后回到家 那当然 口悔 是的 和家人说了 那你刚刚说了保密 但是这个世界 说保密 我和某君和解 接着回去和老婆说 老婆說說說說,我耳朵軟了,然後又反口 這些情況如何處理呢 或者老婆說,你試試跟他和解,我就跟你不和 你很害怕 所以這個其實是調解準備工作很重要 首先調解員很有責任,就是要了解這件事 雖然可能是丈夫才是當事人 但是他可能在家庭當中,他有些事情都需要跟家人相互 所以說,發言是被丈夫發言 但是有些時候你都需要給他和他家人 他家人在角色上顧問一名認識 是要商討的 你一定要知道,調解員是幫忙說,很開心 兩邊可以騙手,聊起來了 然後轉過頭,搭車回家就完全反口 這樣做調解會議就沒有用 所以調解員很重要就是,幫他們達成和解協議的時候 那個和解協議的可執行性 我們要跌到捍衛這件事 所以就是各樣準備工夫 但是達成了協議,需要不需要簽生死狀 有立志為憑 如果是沒有律師的狀況下 多數就會由調解員幫手,就是幫他們撤寫好 他們兩個都同意,他們兩個簽紙 但是調解員就不會在那份簽 原因是,那份無解協議是雙方同意定立在私人的契約 而這個契約是根據合約精神,雙方都要遵守的 所以其實是這個概念的 我剛才聽到你說的時候,我試試做Devil's Advocate 法治精神就說,例如我智力又不是很好 絕口笨舌,善眾佳就很厲害 我跟他在法庭上,我跟他為自己的事情身邊 所以大家要找個律師,如果我窮我就發揮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一個法治的制度裏面拉平 我剛才也要有一個精神很好的 當事人可以參與發聲 就是當事人勢力有強弱 如果我是跟他那麼高那麼大,那就容易搞 要不需要法庭幫我,我就是不是 法庭的過程,某個角度去看,是能夠剃造公平的 因為你就要找回當事人 但當事人之間大家的條件、背景都有不同 有些人會說,你調解 可能你其實是在鞏固現在根本是強勢那個 和弱勢那個,最後你分大,我分小 那怎麼辦,大家都要同意 如果有人這樣,作為Devil's Advocate 調解其實只是在鞏固現在社會上的不公義 法庭才是公平的精神 那你怎樣去駁這件事呢 有些公義上的東西 在我們調解來說,坦白說 有些東西真的不可以用調解處理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調解是有一個局限性 但是你說是否完全是這麼大局限呢? 其實不是 原因是說,譬如若勢一方的話 我們調解員有個訓練就是 我們怎樣叫Empower 為那個弱勢去充權 當然我們不是說完全是好像偏幫那一面 但問題是可能他的表達上,口聲不夠零力 我們調解員要做Active Listening 積極聆聽,聆聽了他有甚麼對方的意見 或其他看法 我們知清楚之後,我們要幫他演繹出來 說給對方聽 讓對方不會說是因為他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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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聽 第一,这些挑战会议是不允许他们做的 因为有一个规矩,规矩是要双方互相对等和尊重 一方发言,另一方不能插嘴,这是基本的尊重 所以在过程中,就算是一方弱势也好 挑战会议是很有力和有效地平衡得到势力 不会让李嘉诚坐在那里,一个就插嘴 不会令他特别高,不会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创造性 原因是我们不只是看到一杯水,只有一杯水分 那么少,可能是有些事情,其实我不是只要水 水我不要都可以,其实我要一杯 大家可能只要焦点,在水里浪漫不到外围的东西 这一个就是可创造性 就是帮双方谈,例如我说雷曼那些 那时候陪他们去谈,有些会觉得方案不合理等等 但慢慢谈法的时候,其实他是为了一口气 有些事情,可否创造性可提出 就是说,你平时的信用卡有什么礼品优惠 有什么白鸡礼券等等 那些东西 原来他的银行又可以提供得到一个 当是给面也好,或者提供一些优惠给他 大家其实就能够搞定了 但是你纯束在他们两方面的争议 就是说,他欺骗手法又怎么怎么怎么 你不要想到慢慢谈出来,结果原来是 可能是银行除了赔回某一个百分比之外 可能再加一些优惠 可能他将会再存款,有高一点利息等等 你讲了这么久,香港有这么多组织有调解 市民大众如果真的出现了糾纷 我真的想去找调解 有没有比较透明度,我不知道贵不贵 我又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问到 在刚才我所说的JMHO 《联合调解专线办事署》 他订了价钱,有一些是1500-2000元的收法 如果再说1500-2000元是一个小时 也跟写封律师信差不多价钱,不是便宜很多 但你写封律师信不是到哪件事解决 你搞了一小时也不一定解决 那就要看调解员功力 但我看不清楚你有没有升级 所以变成这方面的透明度 我自己作为业界一份子 我会觉得是要更加透明化 尤其是有一个注册管理局 就是有一个注册管理局 全香港有可能现在和解中心 和国际仲台中心大约有千多个调解员 很简单,整个列表在这里 然后我自己可以上去搜索 等于律师会大律师公会 我自己去搜索 我自己去搜索 我去搜索 我去搜索 我可能是搜索 我搜索 原来他做了HR 别人是资源管理的 都对了 这个就会变成 制度上可以帮到手 但现在来说始终是 太过透过行业 自己去做 有时候一般市民会觉得 华中中不知哪个方向 是会有这样的弊病 你刚刚提到一个 其实调解员有不同背景 可能过去的背景 令到他调解某一方面的东西 会更熟悉一点 这是有影响的 一定有可能的 即是以香港来的 我作为一个市民 最好香港的调解员多些 而且有不同背景 我就着不同的问题 就可以去解不同的人 是否这样最好 现在调解员多数是什么背景 现在执行哪些 我们和解中心 我就要说回 和解中心里面 我们有很多元化 无论律师、医生、工程师 这个是做人类资源管理的 物业管理的 我议员的 有很多是社工也好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也好 什么都有 我们真的 但是国际众囚中心 律师会那边 全是绝大部分 都是法律界别的人 所以变成 当然我不能够去说 你法律界别是不懂事 不是这样的说法 但是问题是 因为就算有些个案的特性 譬如说 我说有些物业管理上的东西 原来是填好厅之前 某几年出过 有些指引 原来对大厦公契 某些药蓄力 那些律师可能不知道 可能是 原因就是 你要做物业管理的行内 才知道那件事 所以变成 你找一个熟行内的人 去做那个调解员 其实是帮到手的 你自己做区议员 比较熟悉地区事务 地方的行政 对你做调解员 有没有特别的适用性 所以变成 对社区 或者对群众上 有一些争议事项 这方面我去帮他们 去调解双方的纷争 这方面容易很多 因为有时候 可能他们会觉得 政府官员不讲道理 可能是要欺压小市民 他们会这样的感觉 不过原来 坐下谈就说 我要令到他们 有个相互理解 等到那班市民 会令到 原来官员 在这件事上 要这样的取态 原因是 公务员架构当中 那个部门 有什么制褬 他在那个位置 他的权力去不了 他做了一件事 至少等到市民知道 不是官员不想帮他手 可能在现行制度上 有些东西是有个制褬 有个相互理解 就大家 就变成是人事分开 就不是针对那个人 你坏你坏 就变成是 我们真是对这件事的问题 原来可能和官商量 就发觉 我这里搞不定 不过我可能用另一个方法 我都可以帮到手 不过就是要 给一点点时间 因为不是正常的程序 要可能继续 我代入自己 我是一个太古识的街坊 的居民 我选你做了一区议员者 所以就代我发声 我觉得 我是期望你 站在我利益立场 是 但我找你做调解员 就希望你中立一点 就是看全面一点 但其实两个期望有些不同的 你又同时带两个身份 那会不会有些 就是这个我们都会明白 你从政和你的专业之间 调解是你的专业 其实有时会有些拉力 有没有 我当时 我2007年选业的时候 我的口号就是 积极聆听全局思考 你的社区促进者 你的社区促进者 原因就是我 我很希望做了议员这个岗位 我可以更加发挥 就是促进官民的沟通 这个促进不是说 建制派所说 哎呀那些 不是那种做法 就是说 有些事情 政府提出来 即时性居民有反弹 有些事情正常 但问题是 是不是那个反弹 是真的 政府不要走 其实可能长远性 对社区是好事 这些事情 我还没有帮忙 就是说 政府是清晰的 不要加烟加措的 给别人 居民来说 又将他的诉求 我又很清晰地 又告诉政府 两方面有个协调 留在当中 知道大家是怎样的时候 那些事情更容易顺畅 我又继续 这是第二个协调 我知道 你提出你说 我做议员 也是一个沟通促进者 你做调解员 故人也是 但是 我怎么这么说 当你做一个沟通促进者 即是说 不是那么先切地 有太强的立场 有时候 两边不讨好 两边都不是人 很难做 会是的 会是的 那你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或者是张力 这一个就好说 就是自己的自信心问题 如果你一有人去攻击你 或者是指控你 你觉得你不公正也好 或者你不是帮他也好 你就要很清楚说回 我自己是当区议员 我自己是当区议员 我自己是帮大家做事 但是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可能只是 只有一个说字去吵 你也要大家去自信心 我们是对事 不是对人 这个在调解的手术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人事分开了 你才可以解决到问题 即是要很模实 没错 这个也贯涉了民主党实降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 对这些事 我们不是说要 就着什么政治炒作 那些事情 我们是切实要站在居民角度 就是帮居民手做的 我们说回这个调解 香港实际上 我现在听完你这样说 虽然可能是有前景也好 是不是现在的调解完也好 很多都是兼职 就不是全职 我相信 不是那么容易全职 找到食 律师不怕 你串名 当然也不是每个律师 好像你串名 那么肥子水 但是 起码不少律师 都可以以一个行业的专业为 违生 我相信赵佳妍你自己做调解也好 可能你有了这个技术 或者有这个能力也好 或者专业资格也好 都可以协助你做社区服务 而不是依赖他来做调生 现在实际上 香港调解园上 是不是很多专业化 还是很多都是自己本身 可能他都是做社工 只是用社工的知识 来做调解的工作 这个就是香港如果你说专业 只是做调解 不做其他工作的话 真的很少 我认为10个 顶多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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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职调解的人 在你昨天的千多人里面 顶多10个 顶多10个 但是那10个 坦白说 不是因为他的技巧好 而是因为他的面子大 有些人用了SPS JP 那些 他们是大多 有些这样做法 JP也有 没有 没有 但是 其实调解园和其他专业 是有不同的特色 不是的 你拿一个JP出来 都不能够调解到 不是 始终有不同的感受 我刚才所说 调解园的专业 如果自身做HR也好 或者你做客户服务也好 其实可能对那件事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走出了 你不在那一行 你走出了 你是自己去 只做个调解员 但是你不更新那一行的讯息 反而越做 效果出不了你 所以变成就是 香港来说的发展趋势 都可能会兼职的多些 你的看法就是有专业背景 或者有行业背景的调解员 其实可能优势更加强 因为他可以做回自己 相关的专业 或者是行业的调解员 是会更加好些 但又会不会反过来 当然不认识做调解员 好像很难 你讲求创意 想好新的出路 但是你认识了之后 譬如逆琳 你做社工 或者在学校里教社工 你的声誉 坦白说他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不喜欢你 如何接受你做调解 那这个会有矛盾的地方 这个会是 因为调解员 在香港的做法 都是一定要 譬如说 我是A和B 两个对着个案 那我A 我选择这个调解员 譬如赵佳妍 B可以不同意 所以变成就是 要两个 双方接受 即调解员的选择 都是需要大家双方接受的 没错 今天我们谈过了这么多的时间 让我和善重佳 稍微了解更多的调解 我很相信 无论是整个专业的正规化 令到市民大众可以接受 或者明白调解这个服务和功用 我相信都要更加更进一步 今天就很多谢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和善重佳在下个星期 继续会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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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